看他們可以試試騙你 不可以嗎 來吧 讓你感到很好的 江王來自山西的元陵春 那麼擔任這場比賽的台上執法裁判 是來自湖北的李春沫 鮑魚的名人呢 他是現在以前就不如天氣去學 但是他從小在米軍的學校 同時在幾條時間 每次都會學校就會練習學校 好 鮑魚上面有點大德國 上來鮑魚就有點大德國 這家是幹嘛的 人家是來自的篩西西 就是住民的生蕭之江 他們倆都是天靈女 好 這家弄得非常漂亮 這家弄得叫走 快 在中國是感覺到鮑魚 還能做到鮑魚 小胃子 哥哥 他現在就走 他現在到鮑魚 中的鮑魚 反過來 看著這家弄得更多 鮑魚 只有這家弄得更多 其實這個巨大 對手 後來再他就能做 好 就是一家弄 这一趟上来放手 这次高宇在台边缘 灵活的转身 反手为攻 漂亮的名角 虽然对手 金王晨八带的 托栏最后剧部 这次高宇 这次又是袁列春的 高云南走先下来 如果双方唥起下来的话 易与五得分 如果右一方先下来的话 易丰得分 您两高年 一二千里 一二千里 没让步 看到高宇在做这个千里之后呢 他的终于移动非常快 开场之后到现在呢 从我们外行人的演示力 漫不出高宇有十分这场面 这场比赛 随时两个人力量上相差 比较随时其中上有很大的差别 可以给拆起这种冰冰冰 带来很大的努力 这场比赛 随时比赛 随时比赛 这场比赛 随时时间短 但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高宇所运的动作 非常地漂亮 要招不断 这是从擂台上一下做了一下摆 把对方摔到擂台下 两千零五的中国交王跟马赛的规则 规定了王中王的规则规定 是得一分三分五分 好 刚刚比赛结束 一对手 是珍贴风 没变成这样的 这方摆が打的 然后 habe我操得 これ就二智里这个 We'll make it up real, baby. 短短三分钟 两位焦王的动作令人演化了断 你在这种时候我们来看一看 一种焦图的结果 它们也打分如下 一号谈判 红方十五比蓝方十五 二号谈判 红方十五比蓝方十五 三号谈判 红方十七比蓝方零 最终红方北京牵手高宇获胜 我们在这里祝贺高宇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 观众朋友们在两场激战过后 他们可以试试你 不可以试试你 这里有些东西 让你真的感觉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